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金庄艾石策間金融合馬 Yes 現在九月了 大家看這輯的時候九月了 希望疫情應該是零感染 我錄這一刻好像是十幾宗 跟我們幾集前的預言一樣 真的沒得頂 上集說完特朗普 若然賴皮不走 又如何 今天就跳出去了 講一下美國的老對手 蘇聯 其中一部分 白俄羅斯 老實說 白俄羅斯對我的概念 跟朱古力一樣 朱古力 黑朱古力 和白朱古力 That's it 我對於做不到任何的畫面 或資訊 Google才可以看到一點點 有什麼意義呢 對我們這個白俄羅斯 為什麼我們要理他呢 白俄羅斯的顏色革命 是否顏色革命 抗議 其實是 首先就是白俄羅斯總統 盧卡森科 第五次連任之後 然後很多人在首都抗議 抗議了很久 對香港有什麼關係呢 當然 一般人就是覺得沒有關係 大不大問題呢 其實這件事就不大問題 我覺得 委內瑞拉那件事 更大問題 因為華曬委內瑞拉呢 都是全球 這個石油蘊藏量最大的國家 嗯 那麼白俄羅斯這樣 有什麼重要性呢 那件事呢 就是白俄羅斯 就是 放在波蘭和俄羅斯中間 嗯 那麼 基本上就是這個 歐洲人和這個 俄羅斯的屏障來的 就是一個叫做 緩衝地帶 讓那些歐洲人 不用那麼害怕這個俄羅斯 嗯 那就是等於呢 中印邊境 就有尼泊爾這樣 就洩了在那裡 讓大家不用直接這樣 有邊境衝突這樣 那 但是呢 這個 白俄羅斯呢 就搞這個抗議 嗯 其實呢 白俄羅斯本身這個國家 搞什麼抗議呢 對於 世界各社應該沒有影響 是啊 他只不過是一個小國家 那問題就是 他抗議之後 他究竟是投哪邊 有影響啊 那就有影響了 就是說 究竟俄羅斯和歐洲 現在是不是會變成 碰住了呢 嗯 俄羅斯都很厭 他又和歐洲碰住了 又和中國碰住了 究竟他親哪邊啊 幫誰的啊 其實 其實那件事就是 美國是不停地 催眠歐洲人 就是說俄羅斯很危險 不是 是說蘇聯很危險 嗯 這樣呢 於是呢 歐洲人呢 就對於蘇聯很恐慌 所以呢 就要美國去保護 哦 歐洲人這麼笨啊 歐洲人 歐洲那個歷史 比美國悠久很多 又文藝復興又成的 照計很 很聰明的啊 就是 叫做那個什麼 經驗累積裡面智慧 轉數 可能美國人很厲害 但是他們那個沉澱 為什麼會相信美國人說話呢 這個歐洲和俄羅斯的戰績就是 拿破崙 是 就被人用這個 什麼 招土政策 就搞到他輸了 嗯 接著希特拉 又是招土政策輸了 嗯 但是呢 俄羅斯在1918年 1917年 參加 打這個一次世界大戰 就輸得很糟糕 嗯 明明是一個這麼大的國家 原來打仗是這麼糟糕的 日本也輸了 是啊 那去打日本又輸的 去打日本呢 就是按居度呢 那些戰艦在 日本就是對著 俄羅斯的 屁股這麼遠的地方 是啊 沒有戰艦 那些戰艦呢 就要在波羅的海 對著去 去搖去非洲 好旺角 去到印度 新加坡 然後才去日本 打日本 誰知轉眼間 就被日本人擊沉了 為什麼要走那麼遠呢 那些戰艦 不是有戰艦 那麼怎樣過去 那些戰艦 不會在韓國那樣 這樣走下去嗎 在清島那裏 上面就是俄羅斯 那邊沒有戰艦 戰艦在菠蘿的海上 就麻煩了 澳洲和印尼的海峽這樣繞過去 作假不合格 新加坡 馬六甲海峽 這麼遠的海峽 最愚蠢的就是全軍覆沒 其實不用打 拍肩膊 給我一條路走 最多租界給你 我現在很不破日本 你給我一條路去打 我就在寧波港出發 行不行 其實之前的往績 兩次贏是因為招倒政策 兩次主動出擊都是輸的 所以俄羅斯是否真的很好打呢 頓承疑問 你說打小仗就可以了 打大仗就未必很好打 但是歐洲人都不怕俄羅斯什麼 所以現在的情況就是轉態了 德國和法國說 現在蘇聯都倒閉了 只有俄羅斯在 我現在和他們和談就可以了 我不用北約了 然後美國就糟糕了 大家是不是很想知道 白俄羅斯的顏色革命 如何改變中國美國和俄羅斯本身的關係 和歐洲的影響呢 大家一定要按鍵 薛sir的觀點 是你這一輩子都是想不到的 正如如果我不教你一加二等於三的話 你是永遠不會明白三成二等於六的 哈哈哈哈 我們待會見 那麼再見 i know you